这就算是走进了山门 是走进了中台城市的正山门 进来以后就是天王殿 这四大天王是我看到的 世界上最雄伟的四大天王了 这天王像每一尊有12公尺高 从底下到上场 是的 它实际上起到一个大殿的柱子的作用吧 确实这天王里面就是四根大柱子 原来设想的天王像也像传统一样用木雕 已经选好了四根大章木 六米高的整块大章木刻的四大天王都刻好了 这六米照常理来看也是够大了 可是摆进来殿堂还是太小 因为这个殿堂太高大了 是 12米高 那个只有一半 是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建筑师群呢 就共同设想了 如果把柱子包起来 作为天王像那一定是很壮观 那当时在这样子的想法下呢 就去发展 可是图怎么画都是觉得怪怪的 那后来这个问题呢 就大家就请教大和尚说 这天王像要怎么设计才会庄严呢 那大和尚说也很简单 我们请四大天王聚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做好的天王像呢 每一尊都有四个头面 一身四手 所以就是一级四 四级一 同时呢 意象上也很有趣 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天王底下呢 往上看 天王的眼睛正 灯着大大的看前方 对 如果走到侧边来 天王像还在看 如果有些人比较胆小呢 想说躲到天王背后 大概没事了吧 然后一看 天王还在看 后面躲在灯着眉 所以这个天王像呢 是不只是美术上面的效果很好 同时在意象上呢 也让大家一进到道场里面来 就能够心生恭敬 能够断恶修缮的心就生起来了